Cred 머릴 我是吉 ass fun 今天我们要从三市区马黑区开始玩 那首先我要去吃一间非常有名的盒粉店 它的汤头非常的好喝 你看 一大早就这么多人在排队 走吧 我们继续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 必备的辣椒酱 然后刚才是用薄荷叶来搓带点成 它给的料都非常的大方 加上一点点柠檬汁就可以开始吃咯 好不好吃呢 来 我们看看这位隔壁的欧巴表情 吃饱喝足 我们就开始逛吧 马黑区的特点就是随意走走都有很多特别的小店 可以走进来看看 像这个的话它是首饰店 里面的做工看起来都非常的精细 而且价位也不会太高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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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区呢 是巴黎市中心独老的社区之一 有很多犹太人的餐厅 跟他们的一个社区的聚集里 有很多购物小店 还有什么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吧 走着走着就看到一间巧克力店 我被它这个外面摆放的黄色椅子所吸引了 进去看看有什么产品吧 这间应该是很老的巧克力店 看它的装潢跟摆设 还有它做巧克力的造型 然后法国人好像很喜欢这种巧克力酱 他们就直接把它可能隔水加热 我买过 就直接喝热巧克力这样子 感觉是家族企业之类 上面还挂着 是员工Family吗 我想买的是牛奶糖 这个是焦糖的 然后这是香草 还有这种巧克力球 我来买一些吃看看 其实我最喜欢吃的是这种 不含橘子跟巧克力一起的 悠闲的巴黎人呢 我们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在太阳底下 然后坐在这边这样喝咖啡 像红色的裤子这一根阿姨 我就觉得它的穿度非常的时髦特别 那一区它也是著名的土制区喔 很可爱地板上还有彩虹斑马线 不是欸这间店看起来超可爱的 我又被它的外观吸引了 他们的橱窗设计做的真的超好 进去看看吧 我们看它到底在卖什么东西 这奶嘴也太可爱了吧 还有这个超小型额侧 那是超可爱的儿童扶具 有够可爱的额贴 这已经把巴黎所有的配色美学 发挥到极致 完全呈现在他们的儿童专卖店上面 这就是来到巴黎马黑区 闭逛的非常有质感的生活杂货用品店 进去看看吧 这是蜡烛喔 这是蜡烛喔 蜡烛好的 桜螢烛 蜡烛 蜡烛 很负强 好处刚刚变外那种时髦的店家呢 一个转角又好像掉进了中骨世纪 这就是巴黎城市迷人的地方呀 你看光这个门那么美 转角遇到爱 在巴黎呢基本上你很难买得到好吃的吐司 然后这间呢很明显就是日本人开的 我马上进来看 然后看着他们切那些吐司的样子 就直接买了一条 刚看他在那边切我就觉得好好吃哦 超多人 买了一条 他看起来就很好吃很新鲜 陆明的巴黎香水DeepTick的专卖店 他这个好像有在卖咖啡 但是我近看好像里面是没有在喝咖啡 下次再去逛逛再给你喝水 给的包装 这间是Makia Jufat My Hey兄弟 他的茶很有名 你进来看看吧 哇一进来就闻到那种浓浓的果茶 那种调喝茶的味道 好香好香 这包装也太美了吧 我的天哪 送人好适合 那里面还有一个喝茶的地方 有小天井 各种茶耶 天哪 发现他的儿bre很多耶 這裡儿bre什么帝国 En Paris En Paris 還是這麼的 還有一個French Blue 然後還有一個Paris Elgris 各種伯爵欸 我聞看看它的味道 這個Chai Elgris它上面還有加了這個香料 我剛剛聞了好特別的風味喔 就是帶一點有一點胡椒 但不是嗆辣的味道 我剛剛看到它所有的項目都在這裡 介紹的非常仔細 比如說從這個Shin 這是中國的意思 西蘭、Japan、Colombia、Afrique 這些都是各國的 只是說它裡面的調和調成不同的味道 哇 超多種 我剛剛找到這個Sakura 超香超香 而且是很特別我們有聞過的果香味 先買一包回去喝看看 如果真的不錯它的茶是ok的 只要說回台灣我就會多買幾塊 欸 我整個搞笑欸 我剛剛都沒有問價錢 我就想說那個那麼小一盒 可能大概頂多也15歐 或16歐 結果22歐欸 22歐已經是台幣700塊了欸 沒燙欸 回去再看看 後續我再推薦你們 到底要不要買這間的茶 你們看到我身後 這個就是聖母院 然後今年的奧運呢 應該是趕不上了 要等到今年的12月中旬 這個被燒毀的聖母院 它才會把這個改建的部分 才把它全部的修復好 這就是大名鼎鼎的聖母院 它在2019年4月15號的時候 在側邊的部分 不小心就全部燒毀了 那現在旁邊這邊 全部都用圍牆圍起來 然後觀光客的話呢 基本上是沒辦法接近的 那側邊有很多它目前在修復的工程圖 以及它本來內部的樣貌 都有做一些結構啊 細節的一個說明 我們接下來我們再看看吧 這個呢 就是本來聖母院裡面 所有細節的結構 現在呢 就把它變成剖面圖 讓你們看清楚裡面 它本來的結構是長這樣子 聽說 這些彩繪玻璃 是唯一沒有被燒毀的部分 就是這個 那接下來呢 還有這邊 他們在修復的工程圖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很艱難 非常非常困難的工程 因為你還要保留很多 被燒毀一半的文物 這個是被燒毀的部分 全部都是木頭製的 蓋到現在已經五年了啦 天啊有夠難 這個最有名的這兩隻 好囉 這就是正在修復中的聖母院的正面圖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沒有被燒毀的部分 它的這個食材的雕塑 真的是非常的結實 那希望我們下次來的時候呢 就已經可以趕上它已經完工的部分囉 然後 我的天啊 早上還好好的 大概有18度吧 我現在已經 冷到太陽眼鏡也不用戴 然後 現在大概只剩下13度吧 超級冷 剛好我現在要帶你們看一下 我要喝的那一顆很有名的 熱巧克力 來了 如果坐在外面呢 你就不用排隊 你就直接選個位置就可以坐下來 但是如果你怕冷強 就裡面的話呢 你就必須在後面那邊排隊 來吃 來了 我的熱巧克力 這些奶油呢 就是讓巧克力喝起來 比較不會那麼膩 不小心用太多 整個弄起來有點不太融化的感覺 這一個是我剛剛在巧克力店買的 我買了牛奶糖跟巧克力球 我買了牛奶糖跟巧克力球 好吃唷 兩個口味的 這個牛奶糖 鹹鹹的 然後 它口感沒有像台灣的那麼硬 入口大概有一半即化 很好吃 但我不敢吃 我不敢吃 我不敢吃 不敢吃 我不敢吃 我來吃 我來吃 不敢吃 我吃 加奶油呢 是讓它不要那麼濃 然後這間店呢 你如果要坐裡面的話 你要去排隊 坐外面不用排隊 有位置就可以坐 它現在有點冷 可是如果我要坐裡面 又要排隊 我就來得去了 直接喝 很好喝 東西是好喝 但價格上 以热巧克力來說它是貴的 因為這樣就要12厚 可是它巧克力不會很膩 就是貴在這個漂亮的餐具 然後像這一個也是 我要直接吃奶油 好好吃喔 我小時候啊就很愛吃這種奶油 我那年紀那個生日蛋糕的奶油就是這種 比這個再硬一點點的那種動物性奶油 可是我個人是喜歡吃植物性的 然後有一次我就跟我阿嬤說 阿嬤為什麼要夾生日蛋糕 因為只有生日蛋糕才有那一層奶油 她真的很疼我 她就給我五六百塊去買一顆大概 應該有十吋還八吋吧 大概是我國中的時候吧 國一還國一 十三十四歲那時候 就買了回來 然後把所有的奶油挖掉吃掉 然後留下那個蛋糕子 那時候還不知道說可以去買像美國那種整罐的 網水裡換 有點想阿嬤 我真的要冷死喔 早上出門的時候真的是天氣非常好 我現在整個年紀有點 要進入冬眠的狀態了 早上出來十八度現在應該只剩十三度 那個一下落差四五度真的是 受不了咧 因為我已經穿太少 我裡面只有穿一件很單薄的那個牛仔丹寧的襯衫 不是毛衣 真的好冷 我剛剛已經有點牛逼直了 好那這就是今天三四區的一個介紹 基本上就是三四區的重點在於馬黑區 那馬黑區就有很多的小店可以逛 是市店阿還是珠寶手室阿 或者是其他吃吃喝喝半手禮店都有 超冷超冷超冷 想坐進去逛好像去買個水果手 欸我要瘋了咧 一下下雨一下出太陽怎麼回事阿 我真的是我等一下會感冒啊 你看 你看 可以看這台計程車整個包成這樣超炫的 感覺是個足球 我走過來大概只有100公尺吧 然後這一區整個晴天地板下過雨這樣 今天也很好逛他是賣生活用品的 有點像是法式IKEA 只是沒有大型家具 這是訂書機 然後小剪刀喔 都很可愛喔 然後還有一些筆膠袋 帶你們看一圈 也有賣毛巾果醬 可以說是有顏色有造型的無印良品 還賣一些小零食 茶包 果乾 還有這個綠茶用的東西 還有這個綠茶用的東西 好香喔這些果茶 好美式喔賣這種棉花糖 這個是 糖漿 這個呢就是BHV BHV 就是法國人道地的百貨公司 除了這間呢還有我之前拍的 都是法國人本地人很愛逛的喔 先去看看囉 這個百貨公司跟其他的像拉法葉春天比較不同的是 他有參與了許多當地設計師的品牌 包括生活用品啊服裝包包配件等等 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設計 然後比較少就是國際大牌 比如說香奈兒啊 愛瑪士這些 這些可能要去春天 或者是拉法葉比較多 如果你想要了解當地人 他們都穿怎樣的服飾跟最新的時尚潮流 我覺得來這邊才是對的 從背面看以為香奈兒有人嚇到 想說香奈兒變那麼胖 猜猜這是什麼 就是漂亮的雞毛毯厲害吧 還有這麼漂亮的掃把啦 連水桶都要很法國 貼上這個法國的這個標籤就不一樣了 說來這邊是不是真的學到很多種美感 來各種雞毛毯 背背都是雞毛毯差那麼多 還有打掃清潔用品 看起來超可愛的 感覺用這些東西打掃就是會覺得 精神狀況會很不錯 不會覺得自己好像在做牛座嗎 這個就是他各樓層的介紹 我剛剛逛的都是一樓 其他樓層就等你們自己來逛逛囉 這間呢是2014大里奧品的相關紀念品店 裡面有很多小飾品 拿馬克杯服飾等等相關的東西 那你會看到這個小佛裡帽 我就叫它紅色肉粽 來的話呢記得帶一隻回去 三色喝滿 這個紀念品店呢 就在宇宙中心沙登的側站框邊 而且非常大街 你走過來一定看得到 那今天影片呢就到這裡了 那就先這樣子 掰掰 掰掰 第二天